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4号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校园学潮持续延烧 政治人物介入 拜登签署法案 逼迫TikTok 不卖就近 劳动成本上升 转型资本增加 斯泰兰迪斯宣布即将大裁员 加州上周两次短暂油电池供电 供电峰值两度超过6000兆瓦 苹果一季度在华销售暴跌19% 一系列促销活动成效不彰 TikTok 放心 我们哪儿都不去 开采页岩油 新技术启用 降低成本 同时提高产能 本周三 校园学潮热点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 反战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对峙局势依然紧张 校方表示 要与反战学生们坐下来谈 同时要求在校园内建立营地的学生们在48小时内拆除帐篷 全国其他大学的反战学生与官方的对峙也在持续当中 包括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红宝分校 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以及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 警方在纽约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大规模逮捕学生之后 并没有将学潮有效压制 反而激起了更猛烈的怒火 对于在美国各大高等学府出现的反战学潮 比斯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本周三发布了视制品声明 猛烈抨击美国大学校园出现的学潮 他用异常严厉的词语批评几位大学校长的反应可耻 并呼吁各州 各地方政府 以及联邦官员出面干预 周三下午 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与纽约州的其他几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到哥伦比亚大学视察 慰问犹太裔学生并发表讲话 他强调校园学潮不能演变成 为反犹太主义 煽动仇恨情绪 以及对犹太裔学生进行暴力威胁的运动 约翰逊还与各大校长见面 要求他立即有效地控制住学潮的局面 不然的话就应该辞职下台 约翰逊在台上讲话的时候 几度被发出虚声的学生观众打断 在周二晚间 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奥马尔参加了在明尼苏达大学校园的学生反战抗议活动 期间 警察拆除了该校图书馆前的一个学生营地 并逮捕了9名反战学生 奥马尔的女儿上周在哥伦比亚大学因参加学生反战活动而被警方逮捕 在加州州立大学红宝分校 虽然反战学潮已被警方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时而仍能听到反战学生们高呼 我们不怕你们的口号 正如人们所料 参议院在周二以79比18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TikTok与其总公司自己跳动玻璃或面临背禁的法案之后 拜登总统于本周三将其签署惩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首先 按照拜登总统签署惩罚法律的法案内容规定 TikTok还有一年时间缓冲期 在这一年内 美国1.7亿的活跃用户仍然可以使用TikTok 但是到后期 TikTok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与字节跳动玻璃 一计逼迫字节跳动向美国出售TikTok 要么会被美国彻底封杀 但与字节跳动总公司玻璃 涉及到中国的技术出口管理规则 其二 TikTok已经声言要走法律程序 TikTok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项违宪法律是对TikTok的禁令 我们将在法庭上对其提出质疑 我们相信事实和法律显然站在我们一边 我们最终会获胜 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也曾下过封杀TikTok的行政令 但他的行政令被联邦法官阻止了 蒙大拿州议会的类似封杀TikTok的地方法案 也在联邦法官面前踢到了铁板 其三 一段时间之内 美中之间有可能对TikTok事件展开一轮外交战 而美国国内的舆论则偏重于把水搅浑 转移大众的关注焦点 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战由人们拭目以待 而美国国内的焦点转移则包括 热议TikTok与字节跳动的市值 应用程序的算法 美国1.7亿活跃用户的民意倾向等等 逼迫TikTok与其总公司字节跳动玻璃或被美国封杀的类似法案 在今年的3月13日由众议院以352票对65票的表决结果得以通过 4月20日 众议院以360票对58票的表决结果通过的外援援助计划当中 新增了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案 这个法案包括了将字节跳动玻璃TikTok 否则将被美国禁止的内容 吉普车生产商 斯泰兰提斯本周二宣布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裁员 裁员人数尚未确定 但大事已定 斯泰兰提斯的裁员消息几乎与田纳西州大众汽车工厂的工人决定要投奔 全美汽车联合工会的消息同时发生 在美国大约有4万3千名工人的斯泰兰提斯发布的报告称 第一季度在美国的销量下降 而且由于去年与全美汽车联合工会达成了新的劳工协议 导致了成本的上升 同时又面临着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型过程 而这一过程又要大幅增加公司的资本投入 鉴于这些因素 公司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 斯泰兰提斯的声明称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并确保公司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市场中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汽车经文周一的消息说 斯泰兰提斯已经在其位于密歇根州 斯特林高地RAM皮卡工厂解雇了199名全职员工 RAM皮卡工厂位于底特律北部 据悉斯泰兰提斯今年还解雇了一些白领员工 斯泰兰提斯执行长塔瓦雷斯表示 公司必须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削减成本 以始终等收入阶层的人士能买得起新型的能源车 他表示现在新能源车的成本比传统的燃油车成本高出约40% 如果不降低成本 新能源车的价格就降不下来 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 与此同时 特斯拉也于周二表示 将在发布季度业绩之前 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裁员6000多名员工 美国供电网由大容量电池加入其中 并起到平衡作用的实力至少在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 实际操作过两次 而且都发生在上个星期 过去一周内 大容量电池两次短暂的成为加州最大的供电来源 第一次发生在上周二晚上8点左右 根据数据 由大容量电池基础供出的电力达到了创纪录的峰值 6177兆瓦 由电池基地作为供电主力 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 这一数值超过了天然气 核能 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以及所有其他能源的实时发电量 周日晚间又发生了同样情况 这次由大容量电池基地作为供电主力的状态 从当日晚间7点10分开始 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而且供电峰值再次破纪录 最高达到了6458兆瓦 电池存储已经成为 推动利用可再生能源 而产生更多电力的关键部分 通过将巨大的可充电电池连接到电网 电力公司便可以存储太阳能电池板 和风力悬涡机白天生产出更多余能量 然后他们可以在后期的用电高峰时段 再将白天积攒起来的能量分配出去 加州能源委员会表示 去年10月 加州拥有约6.6兆瓦的电池存储容量 到2045年 加州希望州内的所有电力都来自清洁能源 要达到这一目标 将需要约52兆瓦的电池储存容量 由于华为在手机高端市场上英雄凯旋式的卷土重来 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售大受挤压 苹果公司最新爆出的财报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在华手机出货量下降了19% 是2020年以来最差的表现 中国是苹果手机在全球最大的单一销售市场 去年第四季度仅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盈利 就占起总收入的17% 苹果在中国的市债率为19.7% 而今年第一季度则下降到了15.7% 几乎与华为的市债率持平 而华为是在几经磨难之后再次旺盛起来的 现在中国市场的手机销售冠军是Vivo 第二名是从华为衍生出来的荣耀 第三名才是苹果 而华为又紧随其后 华为去年同期的市债率只有9.3% 而今年第一季度则跃升到15.5%的位置 苹果在中国市场上的步步后退 也能在其股价上反映出来 今年迄今为止 苹果股价已经下跌约14% 是8个多月以来最糟糕的表现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去年就感觉到了 来自华为卷土重来的巨大压力 他多次出访中国 并于今年第一季度 在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促销活动 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其中包括对某些iPhone型号的手机 提供高达1300元人民币 折合约180美元的折扣 本周三在拜登总统签署了参众两院通过的逼迫 把TikTok出售的最后期限定为明年的1月19日 也就是他本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 但是如果他确定字节跳动 在出售TikTok的事情上有乐观的进展 他可以将最后期限延长三个月 在法律层面 TikTok将以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为由 对拜登签署的法案提出挑战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 禁止或要求剥离TikTok 将为政府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过度控制开创 令人震惊的全球先例 民主党参议员怀登表示 他担心该法案提供了广泛的权利 未来的政府可能会滥用这些权利 来侵犯美国人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美国的页岩油开采现在有了新技术 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 提高页岩油的产量 新的技术实际上已经从去年就开始使用了 它可以使水力压裂迅速更快 成本更低 从而提高产能 研究人员发现 面前美国的页岩油产量 虽然总体上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但从2020年到2023年 主要页岩油产地的德克萨斯州的 二叠纪盆地 每英尺开采的石油量下降了15% 与十年前持平 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大约20年中 用水力压裂的开采方法效率较低 而且油井之间的间距距离也太近 一个油井区形成了几十万口油井 使得地下的压力不平均 导致开采的困难度增加 现在采用的新技术之后 能够将侧井长度加倍到3英里 使用同时可以压裂二到三口井的设备 用电动泵代替以前高成本 并需要时常维护的柴油设备 新的同步压裂技术的一个缺点是 必须大规模大面积的同时 且协调作业 因为压力泵将流体注入二到三口油井中 而不是只从一口油井中取出石油和天然气 因为它是一个相互连接的系统 所以不能随意而零碎的添加油井 现在的问题是 必须部署足够多的钻机 来充分发挥创新的潜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